你走吧 我不哭 就算會迷路 明天一個人的我依然會微笑 雖然它或許也是傷心的開始 愛情的輪迴總是一次又一次 是被世襲終將都變成往事 聽到這首歌 許多五六年級生肯定不陌生 它是90年代最正日女歌手林佳儀 至今歌聲嘹亮 實力和狀態完全不輸當年 明天一個人的我依然會微笑 哪怕早已沒有人記得我名字 對我來講我的人生是比較強烈的一個人生歷練 就是苦 悲 喜 樂 以前是覺得被折磨 現在是覺得就是學習 現在48歲的林佳儀 全身散發著自信和正能量 實在非常不容易 19歲那年歌唱比賽冠軍出道 因為一首一個人的我依然會微笑爆紅 擁有好歌喉又有亮眼外型 讓當年林佳儀成為唱片公司最賺錢的歌手 我除了在台灣上課唱片之外 我還要去新加坡 馬來西亞 印尼 香港 日本宣傳 然後宣傳一回來就直接進錄音室 錄第二張專輯 對那時候的量跟工作 我大概就是每天早上出門去做頭髮 到回家可能就是半夜 我以前的唱片叫Nisa 我簽名都簽Nisa 後來因為唱片不是不停的命運多揣嗎 我就 你知道大家就會去換名字 我跟你講藝人走過的那些很可憐的路 我都走過啦 你知道人在順風順水的時候 怎麼走都好像理所當然你知道嗎 可是在當你這個風不再繼續走的時候 他就會莫名其妙的給你一個停頓 我在玻璃佳音總共出了六張專輯 那錄到第七張專輯的時候 甚至是我的製作人甚至是我們飛到 我們的很多的音樂都是在美國做的 公司也讓我花了很多心思 也給了蠻多的預算在專輯的製作上面 所以最後做到那張專輯的時候 我們全部都錄音錄好了 然後公司突然說要結束在台灣的營運 第一次知道公司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那個當下其實我是真的是很晴天霹靂的 因為 我跟公司的合約還沒有到期嘛 所以我並沒有做我要做轉換的準備 甚至我把我的積蓄全部拿去裝潢房子了 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什麼叫憂鬱症耶 整個人就是突然間沒有了重心 然後也沒有未來 因為你就是 你是歌星嘛 你知道歌星要在外面找工作 好像有點奇怪 跟我合作很多唱片的製作人 陳秀男老師 他後來是幫我推薦給保利金唱片公司 可是很厲害的是 我又遇到了一次唱片公司的改組 所以我的合約又出了狀況 不想再被命運操控 林佳儀26歲時決定遠赴英國念時尚行銷 結果回國後想投入時尚產業 卻因為明星身份讓她失業整整一年 直到30歲 林佳儀抓準商機 開了自己的服飾精品店 她也願意放下包袱 只想把工作做到最好 所以我幫溫蘭做過造型 然後我幫陳明珍做過造型 以前輩後輩來講 溫蘭是我的後輩 可是在拍照的時候 我就跪在地上幫她穿鞋 然後就有 我忘了是攝影師在攝影助理 就說佳儀姐你怎麼幫她穿鞋 怎麼怎麼 我說 現在我又不是她的前輩 現在我是她的造型師 所以這是一個很自然的 邏輯的轉換 如果你想要做這件事情 可是你又端著一個架子 誰會用 我一開始進上萬元的牛仔褲 也在新聞上面被報導 我記得我第一個shipment是50條 一個月就賣掉了 賣光 我一個店裡面 平均來說有80個牌子 而且我每個禮拜都有shipment 就當一切越來越好 人生卻又迎來一次重擊 2004年 林佳儀27歲的弟弟林元貞 在一場選舉造勢場合上 因為吸入過多乾冰變成植物人 這場意外當年佔據各大媒體版面 因為吸入過多二氧化碳昏倒 林元貞在送醫急救後 一直沒有脫離險境 由於她是林家獨子 林爸爸林媽媽 即使淚已流肝 還是堅持守在加護病房外 一步也不敢離開 就連身為藝人的姐姐 林佳儀也在上午9點多中 低調前來 就是我去上班的時候 就接到電話說 我弟弟昏倒了 在台大醫院 那我一開始就以為是太熱了 因為他在之前在做輔選 因為我弟弟是貞職公關 所以他之前在做板橋市長的輔選 結果等到我到醫院的時候 我看到他在負壓隔離病房 對 然後是他被綁在床上 因為他傷到大腦的皮脂層 他會一直抽搐 因為缺氧他的身體 整個人是紫色咖啡色的 第一眼看到他的時候 你真的覺得他不像個人 那一直到後來才知道 他躺在那個盒子裡 就是他們在做選舉活動的時候 有一個意涵就是說 要把沉淪的臺灣拉起來 那因為拉起來的這個臺灣 是裝在一個道具箱裡面 那他們在測試道具的時候 就說那個臺灣拉不起來 那我弟弟完全是因為 那天是去探班的 他已經做完了不關他的事 然後他去探班 他就說那個道具拉不起來 不然你進去幫我們推一下 然後記者會就開始了 他就躺在裡面 然後道具箱就開始注入乾冰 然後記者會過程當中 道具起來了 所以沒有人想到 他在裡面其實已經昏迷了 因為他自己也不曉得 有這樣的危險性 大家也都沒有提醒他 包括我跟媽媽都不知道 他要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責任的部分 可能要等他 我要等他醒來自己跟我講 到底是誰要負這個責任 好可怕 我弟弟在醫院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是到處去拜 有一天就有人說 要帶一個休息人來見 來幫我弟弟 那個時候休息人就告訴我說 你去幫助 真正需要幫助的人 他在來的那個moment 就是我準備要下去 接他的那個時候 電視新聞剛好 播了一個彰化的警察 執勤的時候會撞死 酒駕撞死 然後這個警察呢 是一個人養家裡兩老兩小 還有他老婆 那個週末我就坐火車 坐到彰化火車站 那計程車我就一上車我就說 欸我要去彰化縣的警察局 然後他就說你去他幹嘛 他說新聞 我就說新聞上有一個 彰化的警察出事 我想去幫他 那個計程車司機看到 我的心是這樣子 他就說沒關係啦 我背你啦 我載你到找到他為止 好不容易送了一個白包 給他的遺孫 他的遺孫就抱著我就說 我很感謝你 可是我不認識你 我怎麼可以拿你的 這個白包 我就說我求你了 我說我弟現在在醫院 我弟跟你的老公一樣大 他 你老公走了 我弟走一半了 我可不可以 請你讓我一個機會 幫他累積一點福 然後我們兩個就真的抱著哭 回來之後 我沒有再想這件事情 因為 休息人告訴我去做 我也做了嘛 但我沒有想他會怎麼回來 結果你知道他怎麼回來的嗎 一定想像不到 有一天我接到彰化秀傳醫院的電話 在我不知道怎麼幫我弟做未來的醫療方向的時候 我接到他們的電話 他們說我是那個院長秘書 我們院長看到你弟在新聞裡面 然後就吩咐我們去幫你弟 走過最崩潰的日子 是信仰的力量讓林家儀重新站起來 或許從低谷爬起來的過程 早已讓他成為更好的自己 只要還有能量 他就要努力分享給更多人 因為弟弟的關係 我歸醫學狗 到最後找到我自己的心中的安定 要照顧他是不是一輩子 當然是啊 可是 會因為這樣我就沒有生活嗎 不會 甚至是照顧他的我的父親 我的母親 也因為有佛法 他們知道 這就是這一世他們要做的事情 這個頻道主要是分享 我們在 我弟弟出了意外之後 我們全家轉變成素食者之後的 這一段人生 17年的時間 我從自己吃素 家庭吃素 然後到生了兩個胎禮素的寶寶 現在主要就是 跟上一些通告 然後做一些業配 然後我覺得對我自己來講 我是把我最好的我自己找回來 像我現在希望做頻道也是一樣 把我會的 我覺得對我很有幫助的 去跟大家分享 我不想結果是什麼 至少我覺得我在做的事情 是有意義的事情 也是經過了一段時間的沉淺 我才發現 喔 原來我還有福 我還有能量 我可以傳遞出去 我可以 都在一段時間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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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穴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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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 你 我可以